真是一件便民利民服务我们视障人士的好事 对 按说是一个好事 但是呢 这个有一些视障的盲人按摩师 登过网站之后发现 这个网页层级设置太多了 对 对于这个呢 客服人员这么说 所以呢 人的人来帮忙 那么这个网还是给盲人设置的 那现在怎么说障碍 来听总台央广记者任孟严的报道 在吉林省从事盲人医疗按摩 他说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 证书每两年要进行一次年检 年检的前提是进行继续教育培训 今年由于疫情 当地改成了线上培训 可培训网站 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脑 他们都很难自己操作 上面有一个就是继续教育的网站 那网站呢它是网页版的 必须得是通过电脑 然后就